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席卷全港 有无数的香港人有不同程度的参与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好像发了一场梦 不堪回首,但是对于那些被捕被判刑 需要面对监禁的人来说,这个不是一场梦 是实实制制对人生的一个磨难 浸大的学生会前外务副干市长戴家平 在2019年7月1日在金钟被捕被判暴动罪成立 今天就是陈情,我看完这个陈情信 我发觉香港的年轻人真是很勇敢 他将很多我们这些成年人、长者 都是真的给了下去 他讲了些什么呢? 所以我要花点时间 将这封陈情信读给大家听 我认为在历史上应该留下这个记录 应该记住这个人 这个人叫大家平 稍后再说 NOT VPN除了可以隐藏你的身份 保护你的私隐之外 还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网上看串流影片 Netflix 用了NOT VPN之后 不同地区的电影和剧集 你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限定某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网上游戏 用了NOT VPN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的 在网上订酒店机票 或者买东西 用了NOT VPN 你身处何地 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优惠 NOT VPN 是一个户口可以有六个设备 是一起使用的 一家大小都用到 用底下这个网子 关键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订扣两年 最便宜是港币32元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免费 30天内如果不满意的话 可以全数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试试 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里面 我见到 听到有很多 不同人的求情或者陈情信 大多数都是要求轻盼的 希望可以早点出去 和家人团聚 又或者可能说 被误度参加了一场运动 现在就很后悔 我现在就应该爱国爱港的等等 每一个人 他的取态 希望可以轻盼 都可以理解他背后的原因 哪个人想 长时间失去自由才行 是不是 就是觉得一天都嫌多 何况已经扣留了这么长时间 做了一天 做了一个小时 做了一分钟 离开监狱 对他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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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看过 有人说 你判我即时监禁 这位浸大学生会的 前外母干事长 大家平 就是希望法官 判他 即时监禁 为什么呢 听下他陈情讯的内容 可能我不会读完 因为很长 法官告下 我是本案第五被告人大家平 经过审讯之后 我在2024年10月8日 在湾仔区域法院被裁定 暴动罪名成立 自此还压至今 以下是我的求情陈述 2019年7月1日 我在金钟龙会道 但是被警方制服拘捕罪名 是非法集结 阻差办公集警三罪 案发的时候我十四岁 是一个中三的学生 十四岁 中三学生 后来 入了浸大 做学生会的外母的 副干事长 2022年1月18日 因为本案被上门逮捕 罪名变成了暴毒 第二天呢 被押到东区裁定法院 裁决法院提堂 当时我十七岁 过了三年 是一个准备应考文彭市的中路学生 又被他入浸大 我现在二十岁 是一个大学 二年级的学生 被激压在審教院所 索取报告 罪成后判 后审会令人失去对未来的盼望 因为不知道审期定于何时 不知道裁决定于何日 不敢预计裁决的结果 不能估算刑期的长短 不知道何时才能够彻底解脱 不想面对残酷的现实 更可怕的是受罪的人 不止我一个人 我的家人我朋友都在受罪 时刻为我担忧 操劳悲伤 我对不起我的父母 当父母将我和哥哥 带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他哥哥是和他妈生的 同时都是被判罪名成立的 他们期待 孩子能够健康法乐地成长 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但几年来 父母陪我出入警署法庭 直到今天 仍然每天奔波在審教院所 律师行和邮局之间 要寄信 要和他有所谓的联系 互动 对他来说是太沉重了 这些不是他们应该过的生活 也不是正常父母承受 应该要承受的痛 为何我会坐牢呢 因为政治 我绝对尊重法官国下的裁决 但是政治确实 是我现在身陷领雨的原因 即是坐牢的原因 为何政府要修改逃犯条例呢 因为政治 为何市民要游行示威抗议修例呢 因为政治 为何我要走上街头 因为政治 为何警民关系如此撕裂呢 因为政治 为何我的罪名突然间 从非法集结果为暴动呢 因为政治 为何我在监狱里面 都因为控罪被标签为黄丝呢 因为政治 为何整场反修例运动会 被政府裁定为黑暴呢 为何曾经是示威之都 现在大游行绝职 因为政治 为何香港如今距离民主社会 越来越远 普选遥遥无期 全部都是因为政治 但是我们不应该害怕政治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 政者众人之事 治者管理之事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 政治一辞并无剥贬 我们身处环境的大小事 从政府架构到选举制度 和经济的发展到医疗福利 无一不与政治有关 政治在学校里面一门学科 不应该是客人之事 不过改了 学科的名字都改了 政治与行政学是改名的 不应被污名化 而我从小 从小已经留意时事 因为想了解香港更多 想了解香港更多 佳因对自己的家园的爱 所以我关心政治 走上街头 甚至干凡此案 都是出于我对香港的爱 大家想想 这个十四岁的中三学生 因为这场运动 我们不能够 他们被误导 吃了迷藥 甚至黑暴天使 有性报酬 十四岁的中三学生 因为什么叫呼召 他走上街头 他不知道是危险的吗 十四岁 他不知道有严重的后果 十四岁 不知道这样可能会毁掉他一生的吗 十四岁 在参与 在这场运动里面被捕的人 年轻人 甚至未成年的人 数量是相当多的 为什么呢 大家又觉得 被误导 被大人 你说大学 就说 要整顿 中学呢 被那些黑师 那些 黑暴的老师 误导 我觉得 想想也挺好笑的 又觉得 年轻人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 是被人鼓动的 被人煽动的 然后才出去的 他不是真心相信的 这位 十四岁 到现在 二十岁了 这个 由这个中三学生 变成 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也都做了 这个浸大的外务副干事长 大家知道 他被 被 被判 被罪名成立 被判罪名成立 被判罪名成立 只不过那时候 他参与 这个罪行 这个所谓的 控罪 是十四岁 不是大学生 OK 原因是什么 他说得很清楚 原因是 出于我对香港的 爱 是吧 爱 所以就参与 这场运动 爱 所以就是被捕 我 我现在在大学 主修的科目 正正是政治 我从小到大的志愿 都是从政 至今不变 当然 随着选举制度的改变 我不能投身议会 但从事政治工作 从来都不只是 经营选举一条路 重点不在意直 而在于人物 具政治打压 继续坚持为民发声 关怀基层 维系民心 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才是从政者应有的志向 我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 按法至今 这个五年里面 面对着具体压力 和不确定性 我一直都在咬牙关 努力生活 努力令自己变得更好 是不容易的 十四岁被捕 又要考经历 很不容易 读到中学 中六 然后考DSE 亦都被他考到 入到去 证会大学 读这个政治系 然后做这个学生会 这位大同学 是一个很坚强二致的人 真是他说 轻易放弃 真是没有放弃 他说我努力令自己变得更好 没有给藉口自己放弃人生 在学业的路上 我没有停步 第二次被捕之后 努力应考文凭史 顺利考入大学 没有荒废行业 虽然因此 因为此案 我拥有的学籍 能不能够保得住 都诚意 所以我转校 到另一所大学 因为 亦将被判刑 被判主监禁式的刑罰 我只能选择休学 然而 学 不可以 以 我现在 会将把握时间 读社会科学的相关书籍 计划在正式服刑的时候 由修读本地大学提供的兼读课程 在监狱里继续进修增值自己 去法官局下 以身负社运的官司的年轻人而言 我好幸运 我一直有身体力行 支撑着我的父母 有对我不离不弃 为我在场外 将要事安排妥当的朋友 有不断推动我进步 为我学业 费尽心机的老师 有来自四方八面 关心和鼓励 有他们在 我不孤单 也不害怕 因为反修例运动 这几年 有太多家庭的生活 在社会案件的阴霾下 因政治而受苦 被逮捕 六口供 提堂 申请保释 缴交保释金 消禁 交出理由证件 不得离开香港 每星期到警局报导 答辩 審前覆核 審信 结案陈词 裁决 罪成 还押 这封信 读到这里 我的情绪来了 我有些 有些 撑不住 他说我在这里走的路 已经太多人走过 说老实话 几乎每天都看着有人 因为社魂的案件被定罪 判监 比起看到判刑 判决彰显法制的公吻 我更能感受到社会对年轻人的惩罚 刑其不单是数字 而是囚犯失去自由 无法回家和家人好好吃饭的事 法官国下 我现在最大的盼望就是 能够回家好好陪家人 和重返校园完成学士学位的课程 顺利毕业 我完全明白控罪的严重性 判处监禁式的刑罚是无可避免的 他已经准备好承担法律的后果 日前法官国下 下令为我索取奴教中心教导所的报告 根据教导所的条例 所缘可获得提供训练包括教育课程 原意 据了解 教育所的教育课程 主要围绕中学民朋友 他读完 他进了大学 我不但已经完成了中学课程 亦都供读中大学 学士学位 所以教育课程对我并不适用 而代之而起的就是职业训练 暴粗训练 相比起教导所 判监对我而言有更多的空余时间 以修读大学兼读课程 在场内继续学业 所以懇请法官国下 考虑到我的背景 学业状况和陈情 判我即时监禁 这个很实际的考虑 教导所没有时间给他读书 即使读书都是DFC的东西 中学民同市的东西 他现在读大学 二年班他想继续读这个兼读课程 在监里面 拿到学士学位 你判我坐监吧 坐监比我更有时间更有空间 去读我的学士学位 因为法官国下 意思就是这样 无论法官国下的决定如何 我都会尊重国下的判决 亦都坚信自己不论身处何方 都能够积极生活 为未来奋斗的同事 活好当下 其实这封陈诚信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评论 我只能够读出来 让大家细细读一下 回味一下 如果大家 听得不清楚 你可以重头再听一次 或者去recap一下 他的内容很短的 他说我们走的路已经太多人走过了 说实话 几乎每天都看着有人因为社运案件被定罪判监 比起看到判决彰显法制的功运 我更能够感受到社会对年轻人的懲罰 他说中国人有吃子文化 真的 在大陆进之后的 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即是饥荒的时期 中国人有逆子而食 某些饥荒的省份 或者一些医院里面 逆子而食 不敢吃自己的儿子 被人吃自己的儿子 他不是杀了自己 他不是割了自己的肉给儿子吃 而是吃自己的儿子 我想想都打难症 香港呢 对年轻人那种 严苛 14岁拘捕他 他现在20岁 19岁多20岁 判监 追杀他们 到天脚底 非要判他们有罪 非要判他们坐牢不可 这个对年轻人的严苛 我想在香港 即是你见到都觉得是摇头弹色的 相比教导所 判监对我依然有更多空余的时间 所以懇请法官过下 判处我即时监禁 我们记住这个名字 这位同学叫大家平 他要求法官判他即时监禁 因为他想在监狱里面 读书 读他的学士学位 大学的课程 法官会否应他要求 圆他所圆呢 我不知道 有新的进展 我再跟大家报导 和分析 谈到这里了 我继续支持Patreon和心静有快的频道 多谢你们收看 拜拜